這強制車裡 第二波了 昨天你不在 里長跟軍方挨家挨戶告知村民強制撤村 因為凱米颱風持續對東部帶來驚人雨勢 花蓮繡林鄉24小時累積雨量 已經高達82.5毫米 隨著時間逐漸走入傍晚 其實可以感受到在花蓮山區的雨勢 其實是已經越來越猛烈 那麼在稍早花防部也動員了部分兵力 進到我們的繡林村來協助這邊的居民進行撤離 漢光演習提前收兵部分人力就地轉換救災 花蓮0403強震後土石鬆動 加上大雨襲擊面臨土石流風險 花蓮繡林鄉富士村早在23號就已經啟動第一波撤村 村民暫時被安置富士國小 富士國小收容站可以看到現場的 準備了不少餅乾泡麵還有睡袋等等的民生物資 現場泡麵餅乾睡袋地墊通通有 居民被迫離家 擔心全寫在臉上 不必擔心有土石流的狀況 擔心啊 非常擔心 各位鄉親大家好 這裡是吉安鄉公所的廣播 同樣在花蓮吉安鄉上午也展開預防性撤離 將撤離人數是106人 針對於東昌榮光液淹水地區 我們的實際撤離數跟我們的戶籍數必須要撤離152人 其實農業部已經針對全台發布超過800條土石流黃色警戒 秀林鄉吉安鄉都在範圍內 土石流威脅就在眼前當地民眾謹慎應對 近新聞 黃崎洋 陳志豐 採訪不動 大家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